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最后一位小伙子了 这位小伙子为了上全程热恋是煞费苦心 来 掌声有请 全程热恋 台上的16位女嘉宾 你们好 我叫张雨 今年23 来自公主岭 我的歌曲宣言是 仰起嘴角 流泪微笑 雨哥选择的路 跪着要走完 让我缓口气 燕子去 是 你让我缓半天气了 我等会往前一下 等会往后一下 就晃点往后一回 你缓口气 行 我缓过来了 来 大家现在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的燕子闪亮登场 没事 燕子姐 我紧张 咱俩第一次合作 你不用紧张 我可紧张了呢 没事 没事 燕子姐 咱们该选一下一中人了 是吗 你都忘了 好像是 我忘了 我都紧张得不得了了 看一下场上姑娘们 对谁的感觉最好 来 场上谁的我姑娘 对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请选择 小伙子 你别误会 不是因为你不优秀 是因为你年纪太小 我不想找比我小的 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想 每期都有人灭你灯 这期我绝对不会灭你灯 你特别的 就是你的勇气特别的好 你知道吗 我要是你 我都没你这个勇气 站在舞台上 而且你比我优秀 你这是夸我还是买的我 也不知道你夸人方式 怎么就这么特别 燕姐 你关注一会儿 你就知道我夸人方式 有多特别了 你刚才说不灭8号立即的灯 那我不知道你接下来 要灭谁的灯 不是 我不发费你吗 拿我当病猫呢 是不是 怎么的啊 上一个小伙子灭我 我就十分气愤 你说你上来就给我灭 灭一下就得了呗 再来个回马枪 有这么不高兴呢 第一次怕灭错了 第二次验算一下 验算一下 就是重新灭一下了 怕它再亮起来 燕子姐真的有真老说伤害了 真真硬了那句话了 这是哎呀 再再愣了小人生 坎坎坎坎全是坑的 东哥呀 他这么欺负我 你不会有抱不平吗 没事 他那坑里边有水 水里边有俩丁 美护士 我给你个理由 给你个解释好不好 说吧 来 音音老师 换点忧伤一点的 音乐 曾经燕子姐 给我一次灭灯的机会 我非常的珍惜 我选择了灭你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 这样一次机会 我仍然会灭你 如果非要在上面 加一个次数 我希望是一万万万次 我妈找我回家吃饭呢 我先回去了啊 你用卖他说 下台进食饭 下台进食饭 经历练过台湾道 我这里练过防水树的事实了 下台进食饭 下台进食饭 吃着麻烫啊 开玩笑呢 宇哥这么大身份人 能轻吃麻烫吗 干啥呀 蒜串 不得不得 你别动手 咱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不是君子 小女子动口也不动手 我就喜欢动手 大姐 你想咋的 不是 大姐 你放心 咱们指定不能吃麻烫 那个什么米线的 那都直接过滤 咱们吃手刀饼 大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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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你站边 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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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激动 先别激动 别激动 来 麦 麦克对着嘴 大姐这样说 对 来 大妈呀 这有只心脏 本来我就心律不起 现在我都心 大妈 气死我了 他俩刚才面对面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忽然有一种感觉 大家看 他俩站在一起 有没有点夫妻相 有 有 燕子姐 我不说你了 行不行 咋呀 受苦点你还不乐意 委屈你了 恰啥呀 没有 我 给你个合适的理由吧 绝对合适 最会儿不骗你了 说 来 其实吧 我也关注你很多期了 以前也挺喜欢你的 但是你 那咋现在就一性别恋了呢 你又问点啥呢 以前是喜欢你这种性格 不是喜欢你这个人 不要误学我的意思 小美子 你快别让他说了 越说越晚了 快回来吧 秦英快回来吧 他不相信你说明他没验过 我不想灭燕子姐 没得让我灭 燕子姐没得要灭 燕子姐没人灭我呀 燕子眼神往那边飘了 你没看着吧 哪呀 燕子姐跟我胖没眼呢 我理解错了吗 你说 那咋忍啊 燕子姐没得要灭 我道歉呗 我是中间人 都我指使的 哎呀 我就帮你把锅扛过来行不 对不起 谢谢 她没想到你说明她没有眼光 回来吧 不让她夸了 你走 一个都领不走 我告诉你 我这可记仇了 现在很小比我玩个还小 哎呀妈 你可赶紧回来吧 一会再夸你 一会你就完了你 小虎 你先别生气了 其实我也不是说故意地去灭你 我紧张吗 开两句玩笑 你就当自损一下形象配合我了 谢谢 太不容易了 好吧 一个灭灯啊 就火势蔓延到这种程度了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状况啊 来看第一个短片来解一下 喂 您好 我想报名全车链 喂 您好 我想报名全车链 对 为了报名全车链 我一共买了四个电话 七张电话卡 前前后后一共报名 报了二十多次 我初中毕业就对父母来长村生活 我家在长村有一套 80平米的楼房和一辆车 我目前从事的是 电脑技术维修与销售的工作 约薪三千元到五千元左右 我自己也会点开锁技术 平时有很多人找我开锁 我名下有一家开锁公司 虽然没有实体店 但是在114上可以查询到 我注册这家公司 就是为了做党的升职而已 我没事的时候喜欢做一些家常小菜 例如爱情火焰山 伤心太平洋 和其人的眼泪 我最拿手的 应该算是心碎了吧 现场的女嘉宾 你们想吃吗 不过你们想吃需要花钱的 十二号之灵 你这都是我灭的 这小孩你这一天 你能不能有点正事 那做菜我也会做 那什么玩意 心碎一类伤心太平洋的啥 老姓 老姓 情人的眼泪 是默然在拉根儿部的 老姓真聪明 你看老姓 绝对挺你 至于爱情火焰山 我时候说别骂我 躺完事了 伤心太平洋还挺吗 半会儿子在躺 最后一道菜 有一天我跟朋友去酒吧了 当时他上面的菜 都是这些就是特别好听的名字 我们随便点了一个吧 点了一个就是心碎了 心碎后来在那玩到最后 喊服务员说 服务员我这心碎了 你没给我上啊 服务员说 你看下菜单你就知道了 我看下菜单心碎也忘了 当时我就说了 我啥菜这么贵呀 服务员说了 也罢了吃点吐司 你心不碎吗 你那散刀菜是为我做的啊 特别符合我现在的状态 我现在来找爱情来了 你这给我整回事 你给我烤在外角里呢 你呢 晚上给我整到帅就飞羊去了 然后我哭得骑到喀喇的 然后是碎尾尔之间心碎了 太对不起我了 发来想支持你来的 很好一小伙 你别惹他了 我去看索 半夜窍架门杂着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开锁都是有特殊规定的 不能随便想开就开 提到开锁还想到一件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我去看我一个朋友去 买了挺多东西 就是两只手都拎不满 我朋友说我六点下班 我当时到的时候 也就三四点钟了 朋友说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我下班了马上过去 结果当时是五一前后 天太热了 我就连开了人家两道锁 坐在人家玩电脑吹空调了 你这说这玩意儿我都有点害怕了 你说万一明天哪个女嘉宾 要惹你的上一家开门 你可完了 我开女朋友所 可能只是在结婚的时候 能省个红包吧 小样你不给我开门 我不用你